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情急之下驱动了大地之石 打伤半龙人吗 当我们被卷入漩涡的时候 大地之石又再度发挥力量 它把我们安全地送到了海底 并且随着漩涡的暗流 来到这个海底通道 更神奇的是 我还感应到通道里 有一股跟大地之石相似的能量 一股潮水般的能量 难道是潮水之石 这里应该就是水之神殿了 从潮说当中的建造时间来看 能够挨住那场大地震 可真不简单 这石头上面有刻字 是古代文 镇守海域的狄帕鲁 湛蓝之门的守护者 狄帕鲁 原来不是珍珠 该不会是那只大海怪吧 哇 那个该不会就是潮水之石吧 嗯 应该没错 快把它取下来吧 什么声音 怎么回事 是地震吗 啊 闪电 开始倒塌了 大家小心 终于找到你们了 乖乖地把所有女神圣物交出来 或许我还能留你们全尸 是你 葵 哼 上回是我太过轻敌 才会不慎被大地之石所伤 这一次 就让你们临死前 好好记住我的脸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老大 手 因为 的 慢 屁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id心 transpose martyr 隆 容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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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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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次回予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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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次回予告